量化交易将被收取更高的费用 也将会面对着更严格的监管了 今天深交所发布了量化交易的管理细则 并且公开征求意见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可能就是差异化收费 交易所将会根据量化交易的申报撤单的频率 以及笔数的不同 制定不同的收费标准 也就是交易的越多交的钱越多 此外还要加收流量费以及撤单费 那除了加收费用之外 还取消了量化交易的特权 所有交易者一律平等 券商不得再为量化提供便利 也就是不能再优先向量化提供信息 提供交易通道 同时还把北向资金也纳入到了量化的监管范畴 此外还修改了异常交易的监控标准 像之前的异常交易监控 针对的是单一账户或者是单一股票 并不适合量化这种用多账户 做多股票的打团战的行为 但以后的监控将会聚焦在高频交易本身了 总的来说 量化交易需要更加严格的申报 按照交易频率和数量 加收费用 不得享受任何的特权 其实按理说 量化交易是现代信息技术 与资本市场相结合的必然产物 一系列成熟市场量化交易的比例 已经达到了50%了 美国甚至有70% 像西蒙斯这传奇的投资者 都诞生于量化交易 那这么看来 其实量化交易也挺正常的呀 可为什么在A股量化交易 会有这么多人讨厌它呢 原因或许就在于不匹配 咱们A股的量化呈现出了发展快 路子野的特点 A股的量化在极短的时间内 就占到了总交易的30% 成为了影响市场波动的重要力量 那A股自然认投资者占到了99% 突然多出了30%的主力 相对于那些以机构为主的成熟市场 高比例的量化在散户市场里 就显得更加的不匹配了 况且呢 这个主力并不靠谱 不同于成熟量化 主要依赖的是数学模型 咱们A股的量化 主要依赖的是高频对冲 比如说之前盛行的DMA模式 就主打借钱对冲 量化找券商借来4倍的杠杆 一手买入一揽子股票 一手买做空股指期货 看着好像挺稳健的 但如果遇上像今年这种情况 有几千只的个股在不断的下跌 但是偏偏指数却还稳中有升 那可能就两头挨打 只能被迫抛售个股 造成更加极端的波动 不但坑了股民 也坑了自己 比如说今年初 有17家百亿级的量化思目 都跑出了指数 甚至呢 还有量化巨头被传出破产清盘 量化占据了技术 信息和交易速度的优势 打法也比较的野蛮 涨的时候呢 反复收割 跌的时候火上浇油 因此引来了散户和监管的针对 但实际上量化已经成为了 全球市场的主流工具了 一刀切的取消肯定是不现实的 也不合理 但是呢 也不能放任不管 那这回的管理细则 就显著降低了量化交易的不规范 不公平的程度 同时呢 大幅的提高了量化成本 对于市场的规范来说 那肯定是个好消息 还是不论的 下词 下词 積 感谢观看